再来看看一般公务员有多凉呢 好 为了年金争议 那么考试院长关忠要护航公务员 他就曾经说一句话说 公务员不是一般人 这句话似乎说的没错了 来看这个案例 金融地方法院有一名员工被拍到 他是带着缝纫机去上班的 上班时间就这样大采缝纫机 俨然就是把地院当成了家政班 公然摸鱼 而更扯的就是 他被检举之后 地院只有对他口头告诫 那如果说换成一般的上班族 早就回家吃自己了 这是不是证明公务员果然不是一般人呢 哒哒哒的电动车缝声响 缝纫机DIY有趣又有成就感 不过把机器搬到办公室 DIY变成打混就不好了 照片中上班时间 员工低头认真办公 但一位50多岁女职员 桌上摆的不是文件 而是缝纫机 戴着老花眼镜 专心踩着缝纫机做女工 地点就在基隆地院 IP把地院当成家正班 零工家的钱做自己的事情 工人员太轻松了吧 工仆工然打混 民众观感糟透了 据了解基隆地方法院这名女职员 特地从家里带来桌上行缝纫机 虽是趁午休时间做裁缝 但哒哒哒的声响吵到同事无法午睡 甚至过了一点半午休结束 还一直坐到两点才收手 之前基隆环保局就曾经被踢爆 员工上班时上网看MV 学跳骑马舞 现在又有基隆地院员工上班做裁缝 网友讽刺考试院长关中曾说 公务员不是一般人 果然没说错 因为这般摸鱼打混 如果在一般公司早就丢了饭碗 地院竟然只有口头告诫 IP后才改口 等星期一上班再开会议处 三菱新闻林俊华 基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